我們上禮拜上到29 所以我們現在就繼續 那今天應該把第二章講完 我們就進入就第三章的部分這樣 我們之前講到這個所謂的 compressor purity factor 壓縮係數 這個東西是來判定就是一個物質氣體 它跟理想氣體 到底行為可能差一差多少 然後可能可以做適度的修正這樣 為了做這個動作 我們在定義兩個參數 一個叫做reduce pressure 跟reduce temperature 那公式先寫 pr等於p除以pc tr等於t除以tc 那為了配合等一下 我們使用這個所謂的z compressor purity factor 壓縮係數 我們定義這兩個參數 那它們分別是壓力的比值 跟溫度的比值 ok reduce pressure 跟reduce temperature這樣 有的中文課本把它翻作 對比溫度跟對比壓力這樣子 那這個pc跟tc分別代表 在臨界點的溫度跟壓力 好啦 會出於這個 這個參數會定義出來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基本上因為每種物質 它們的臨界溫度跟臨界壓力都不一樣 ok 那它們的 就是飽和的溫度壓力分布 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你看它的tb圖跟pb圖 你會發現它大家都有一樣的 類似的風型結構 ok 然後 覺得它行為是類似 只是那個發生的點不一樣 好吧 這樣大家就想說 好吧 可以 我就出於 我把那個每種物質 出於它對應的 臨界溫度跟臨界壓力 ok 那它們當這個比值 那出來的溫度的這個比例 跟壓力的比例 在類似的數值的時候 它可能行為會很類似 ok 那所以是使用這種方式來做 好 來 那 有了這個對比溫度跟對比壓力之後 那就可以配合這兩個參數 然後還有z 我們畫出一個新的圖 好 這個圖是課本的附錄圖 d之1的簡化版 如果你有帶課本 那可以翻一下課本 後面的附錄d之1 好 來 那這個是z 然後跟pr的一個圖 好 來 那z的話 我們刻度先寫一下 0.1 0.2 來 那刻度大概畫一下這樣 ok 然後pr一樣 我們刻度大概畫一下 從0 來 這個圖 後面的圖分布圖大概是這樣 然後如果你看附錄 或是看這個圖都可以 那它的y軸是z 就是我們之前的compressor b of t factor這樣 pμ除以rt 然後x軸 橫軸的話是pr 就我們剛剛定義出來的這個 對比的這個壓力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很多條線 ok 那這很多條線分別代表不同的 tr 這樣 ok 那所以如果你看那上面圖 可能會有很多條線像這樣 可能像這樣子 ok 然後大概像這樣子 ok 然後大概像這樣子 那這分別對應 譬如說 tr 等於2.0 tr 等於1.5 tr 等於1.1 tr 等於1.0 之類的 ok 好啦 那所以這個圖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把你所有的 就是你要找的物質 然後把它的對比溫度 跟對比壓力算出來 然後z 值也有了 ok 然後 所以你可以畫成像這樣類似的圖 圖這樣 這個圖當初的由來是這樣 那這種圖先說 可以使用在各種物質都沒有關係 因為當初這個圖 那是各種不同的物質 ok 那可能譬如說 什麼夾丸 椅碗 冰碗 氮碗 氮氣之類的 每種物質的這個 零件溫度 零件壓力不一樣 但是當你出上這個筆子之後 那發現 其實基本上他們的行為是很接近的 那如果你要查這個表 或是你要查圖D-1的話 那因為後面有刻板有些立體會用到 那做法其實很單純 首先把你的pr跟tr算出來 好 假設說你今天的pr是1.5 ok 那你就找到1.5這個點 好 往上對 好啦 那這時候找出你的tr 那tr譬如說可能是1.5 ok 你就對到這個點 那對到的點 你就再往左邊砸 ok 就找到這個z值 那就知道你的z值是多少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來做 然後 因為有的時候你算出來的tr 可能不是在整數的部分 這時候只能找個大概 譬如說可能記在這兩個線中間 好 沒關係就取個大概的值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那這是因為圖基本上 就是你還是用類似線性的方式的找 沒有辦法讓你找到很完美的值 不過就是可以這樣用 那如果你需要更精確的值 這個因為這是課本圖表 那如果你是找網路或是專業的軟體 它這有更精確的圖表 圖或是表格的資訊你可以查 這時候你可以找到更精確的值這樣 不過 我們課本如果你要做練習題 大概用這個表就可以了 好 來 那所以 這個圖表大概是這種方式找這樣子 好 來 那 同理可證如果今天你得到的是z 或是tr的話 你也可以先把z值找出來 tr找出來 對過了之後再找出它對應的pr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個是z值 tr、pr 你通常是會有其中兩個 找剩下一個參數這樣子 好 來 那這個圖表 d之1有幾個用途 首先它最主要目的是可以讓你判斷說 你把它做理想氣體的假設是不是合理 ok 所以 ok 好 來 那所以 表格這個圖表 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現在判斷就是你假設理想氣體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假設這樣子 那因為物質太多種 ok 然後大家從前面的表格也知道說 就算是同一種物質 它在不同的溫度壓力下 它偏離理想氣體的百分比是不一樣的 我們從這個圖 要怎麼看說它就是比較接近理想氣體 好 來 首先我們知道 這個z值在1的時候 那接近1的時候 大概就是很接近你理想氣體的行為 好 那所以 如果你看這個 以這個條線為基準的話 那我們可以判定說就是 嗯 接近1的 它就是理想氣體 好 來 那所以它符合幾個條件 第一個 你會發現這些線 那大概 就是上面很多條線大概都是這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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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但是他們有個特性就是 所有的線呢 如果在pr 比較小的時候 它大概都會接近1這樣 我這個圖畫的不是很漂亮 但是你可以看課本 基本上這裡都會越來越趨近1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告訴你說 如果你壓力比較低的時候 你要去約pr 代表是你的對比的壓力 但是 pr 這個圖通常同一種物質來說 你的critical的pressure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pr 值 越小的時候代表你的壓力是越小的 好 那所以就是說 pr 越小或是壓力越小的時候 你是越接近 z 是越接近1的 所以 比較接近理想氣體 好 那所以是dr red pressure 來 那這個是對於任何一種溫度 大概都合理 因為你看這裡不管哪一種tr 分布基本上都會接近到那邊 OK 那所以如果你的壓力是比較低的 大概會比較接近理想氣體的特性這樣 來 那第二個 那這個在這個線條上 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你tr 比較小 譬如說1.0 1.1 1.5 它基本上 z 值譬如說1.0的時候 這裡會偏的很低這樣 OK 好 那所以 tr 要比較高一點 像2.0以上 OK 那大概就合理 好 那x 那x 如果你是比較高溫的時候 x high temperature 那這裡通常是tr 大於2的情況下 大概也比較符合 但是如果大家看課本附錄的圖 然後 這邊tr會有個5 大概在這個左右 tr 那tr 在5以上 基本上就會偏的比較多 這樣子 OK 那所以一般的說法 或是課本的說法 大概就是 大概是比較高的溫度是OK tr 2.0以上 大概可以用到tr等於4到5 那所以h 不好意思 這裡講錯了 修正一下 那這裡是pr 不是tr 所以 基本上tr 2.0以上的時候 它是這條線 最後會拉得比較高 我這裡沒有畫出來 大概到4或是5 好啦 那這個線 其實他們的特性都是一樣 到後面會拉得非常非常高 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裡告訴你就是說 如果你看課本的圖 那壓力在過高的時候 後面這個點會很偏離1這樣子 好啦 那所以pr 4到5以上 大概也就會偏掉了OK 好啦 那所以 基本上這個概念1跟2都是一樣 就是看你哪個區間 他們的數值會落在1左右 那你會發現有些地方 基本上偏很多 就不是很適用 譬如說像這個區域 OK 然後這個區域比較高的地方 大概也不太合用 還有左下角這裡 基本上也不太能使用這樣 你會比較偏近理想氣體 好啦 那所以 如果符合1跟2OK 那如果 你是在1跟2以外的地方 其他區域 大概就使用熱力學表 隔會比較好 所以R的 所以其他區域 就使用熱力學的表格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好啦 那所以這裡 告訴我們就是 碰到一個問題 不要馬上使用理想氣體去計算 你要先確定 這個現象是符合理想氣體的特性 才可以使用這樣子 那當你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通常用表格比較好 所以在我們這個課 熱力學或是一般你使用狀態 有表格就查表格 我們沒有表格的時候 你才想辦法去使用理想氣體方向式 但是你使用前 還是要先確定一下 它是不是符合 這個理想氣體的特性這樣子 來 那下面我們看個 課本立體2-10 你怎麼使用這個 壓縮器Z這個表格 配合我們剛剛說的 PR跟TR 來就是 計算一下它的特性 來我們看 那 Determine 這題展示了 如果你使用不同的方式 來算熱力學的特性 這裡是比容的話 會有怎麼樣的差異 OK 那這裡很明顯告訴你 就是有些如果不是不符合理想氣體你要用的話 真的會有一些不少的差異這樣 來那幾個不同方式 A RE34A的表格 那再來課本的B5 來那第二個方式 那使用理想氣體方式 Ideal gas 好然後 C的話 那就是使用我們這個壓縮係數的表格 我們課本說把它叫做 Generalized Charged 通用性的表格這樣子 那這個通常是指的是 我們剛剛的附入D自1這樣 叫它通用表格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基本上這種表格畫出來 是每一種氣體 那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那因為 當作這個表格這些線條 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物質 各種不同的 它們的核性化 然後做出來這個表格這樣 OK 所以叫 Generalized Charged 這樣子 沒有限制說 譬如說只能用單機氧氣之類的 OK 來那我們看這一題 首先A A的話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們查表就好 好 那你查的是表格B5 然後查到的是B5 裡面的5直2 OK 然後在這裡面 因為給了你溫度跟壓力 所以 P等於3.0mPa 那T等於100度C OK 那正好你有表格去查 好 你查到的是 0.00665 M3 除以KG OK 好啦 那所以你可以查表 直接就查到了 OK 好啦 那熱力學表格 通常是最精確的 Most Accurate 通常也是最麻煩的一種 因為你要知道什麼物質 然後慢慢慢慢查這樣 那不像理想器就是一個方式就算出來 OK 通常 所以查表格通常是比較繁瑣 但是它給你知道你的資訊通常是最精確的 好 好來 那我們看B 好 B 理想器的方式 好 來 那假設是極理想器體 好 那我們先假設它是理想器體 只是我們這個假設通常 對或不對我們也不知道 等一下算了才知道 這樣子 那以這個立體因為是特別做這個反面教材 所以這個通常是會偏 會有一些差異的 那今天是R134A 那把理想器體傳數查出來0.08149 來 那這個KJ 除以KG K 這個是後面的負錄表A5 來 那我們理想器的方式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μ的話 等於 RT 除以P這樣 OK 那使用這個方式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比融算出來 來 那R我們就0.08149 乘上 這已經給你溫度跟壓力100度C 那373K 373.2 好 那除以 壓力有給你了 那3.0MPA OK 換算成KPA 所以3000KPA 好了 那這個你算出來會等於0.0 1014 那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值 跟這個值比較 一般查的表格你當中它的基準 你比較的時候發現 哇這個差距滿大的 然後有50%以上的差距 那所以有50%以上的差異 所以這個差異度是很大的 這也就告訴你 使用理想器的方式去算的時候 通常你會有很大的差異 當然這要看你的溫度壓力還有當初的狀態而定 那為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來我們用我們看一下C 就是這邊介紹的壓縮係數 就是Compressibility factor還有它的功用 第三個方式使用這個Flu1-1 Generalize the charge 那要使用那個Generalize the charge之前 那要先把這個對比溫度跟對比壓力 Reduce pressure跟Reduce temperature 把它算出來 那所以TR 等於T除以TC 那溫度也有了 然後再把134A的 零界溫度查出來 OK那你再算一下應該是 1.0左右 OK 然後PR一樣是P除以PC 這個算出來應該是0.74 把這個PR跟TR都算出來之後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查這個表 查這個圖這樣 第一之一 那有PR跟TR OK那你可以對應到它的Z值是 0.67 好啦OK 那所以這個Z是0.67 這裡可以做個簡單的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Z其實不是在1 它是在0.67左右 所以這裡告訴你 你這個 跟理想七體算出來 其實是有某些程度上的差異的 OK 所以這裡也告訴你為什麼 就直接帶進去之後 算出來跟實際上 還是有不少差異這樣 沒關係 由這個Z值之後 我們可以稍微的修正一下 我們現在的數值 從我們之前的Z的定義 Z等於Pμ 除以RT 那這是我們之前Compressability Factor的定義 好那現在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 已經有了Z值去回推 它的比溫是多少 來那改寫成mu ZRT除以P 我們用這個方式 Z值已經有了 這個是0.67 這就帶進來 OK 然後RT除以P也有 我們剛剛有算 它基本上就是這個0.0104 好啦那現在 把這個數值 那計算一下 得到的是0.00679 比較一下現在這個數值 然後跟查表出來的數值 0.0066 OK 然後你發現這個基本上 滿接近的 OK 那只有2%的差異 好那所以這裡告訴你 Z這個Compressability Factor 這個壓縮係數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數字 它可以把你本來 用理想氣體計算 差異非常多的這個特性 修正回A 跟本來的差異變得比較小一點這樣子 好那所以這個是Z的功用 第一個它可以判定就是 你到底跟理想氣體差多少 0.67這種 不是在1的就是 有明顯的差異 OK 然後你乘回去之後 可以把本來有差異比較大的 修正回就是比較精確一點這樣 好那這是壓縮係數的功用這樣子 OK 2-9到這邊 那結束 那這裡講了關於 像這種壓縮係數 還有通用性的表格 那怎麼處理 還有跟理想氣體的差異 第二張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還有一個2-10 狀態方程式 那這個後面也有 但是 這狀態方程式有蠻多種的 OK 那大家可以有興趣自己 就是讀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的理想氣體方程式 也是狀態方程式的一種 只是它是最簡單 最通用的一種 這狀態方程式後來是因為 大家覺得 因為理想氣體方程式就是 雖然通用 但是很多情況下會有不少誤差 所以就是做一些 更精確的這種狀態方程式有出來 OK 大家如果需要可以看一下 這個大家自己讀一下就好了 來 那沒問題 我們進入第三張 熱力學低定律 熱力學低定律 就進入我們的熱力學第一個重點 就是低定律 講的主要是 能量手能的觀念 那其實我們這個熱力學低定律的話 我們有第三張跟第四張 它們兩個講不同的系統 一個是Control Mass 一個是Control Volume 這樣子 之後都會說 這邊講熱力學低定律 主要是看它能量轉換的過程 OK 那這裡還會介紹一下兩種能量主要的形式 一個是功 你所做的功 一個是熱 這兩個能量之間的關係 或是它的轉換過程 這樣子 那這個跟一些很多運轉的一些機械 或是系統 都有需要用到這樣子 那3-1 3-2 那這兩個是相同的議題 所以和平在一起講 那這裡講的是方程式 The Energy Equation 那因為我們這裡 低定律是一個所謂的 就是能量守衡 OK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基本上你會有一個平衡的方程式在 OK 那這個平衡方程式算的主要是 一個過程 一個系統 一個循環 裡面所有的能量變化 OK 它們加總在一起 基本上應該要一個平衡 應該要守衡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這裡就介紹 這個能量方程式 以及它裡面應該會有的一些主要的項 這樣子 那進入之前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這一張主要講的系統 它是偏Control Mesh 那前面說過這個東西 Mesh是固定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 可能是像一般之後 大家會一天到晚看到像這種 活塞系統 好 那所以通常質量固定 而且這通常沒有流體的流進流出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面呢 體積可能會改變 譬如說這活塞可能會上下移動這樣子 那它也可能體積不變 可能是一個密閉槍體這樣子 那都有可能 反而重點就是它這個東西 沒有質量流進流出這樣子 是一個選定的空間 體積可能會變化 OK 那當然能量可能會有變化這樣 然後這第三張 我們要看了Control Mesh這樣 好 然後跟這個系統的另外一個 第四張會講到 Control Volume 好 那叫Control Volume是說 通常我是在空間中 選定一個 我要研讀的一個空間 所以叫Control Volume這樣 所以Volume 好 那舉一個簡單例子 通常譬如說 你有像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好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容器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這裡有一個流體 會丟進來 流體會流出去 OK 好 我現在想要知道這個 系統裡面的一些 就是能量變化的狀態 OK 那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區域 給它選出來 這個就是我的 所謂的Control Volume 的一個系統這樣子 那質量有進出這樣子 那所以主要是看說 你有沒有質量進出的一個特性 好 那這裡一樣 這裡面的體積 它可能固定 也可能有改變 這都OK 這都算 再來呢裡面的質量呢 它可能改變 也可以不改變 這個通常是看 入口跟出口的流量而定 假設進來的流量 等於出去的流量 裡面的流量是固定的 OK 但是如果你進來跟出去的 兩個不一樣 裡面的質量 可能會增加 可能會減少 這個都算Control Volume OK 那這是第四張 我們要講 那所以這裡也可以看到 Control Mesh比較單純 OK 那它就是因為沒有質量進出 所以 所以這種質量進出所造成的 質量變化跟能量變化 是先不用考慮的 在這一張裡面 所以我們先講第三張 之後再講第四張 再來看的是公式 First Law 這個張的主要的公式 還有後面的推導 大概都是根據 我們現在要說的 那它通常是講說 一個循環裡面 它的循環 對公的積分 跟熱的積分 是要相同的 那Cycolic 那它這個 我們這裡講的能量 主要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熱量 那這個是大家一般 所知道的熱量 另外就是你所做的工 那這個工也是以前 大家是物理所學過的 那就是你把一個物質 物體實力推動一段距離 OK 那你就對這個東西做工 這樣 那這兩種是最常見的 在熱理學裡面 最常見的能量形式 就是這樣 你的工跟熱這兩個 應該要成一個平衡 或是比例的狀態這樣 那方式是這樣寫 Delta Q OK 會等於Delta W 那在我們這個課本裡面 那熱的話 我們的符號是Q OK 然後工的話呢 符號是W 這樣子 OK 那我們這裡 一般的積分符號 加這個 那變成了所謂的循環積分 它意思就是說 你基本上是積一個循環的 那通常的積分是 起點起到終點這樣 但是如果是循環積分 就是你要積一整圈 再回到起點的位置 OK 叫循環積分這樣 那熱理學裡面 如果你是要做的是 整個循環的話 你要做的是循環積分 考慮到每個過程 好 那所以這個符號 Psychological Integral 好啦 那所以你基本上這個積分 是要積一整個循環這樣子 OK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個例題 跟大家說 好 那在使用這個公式之前 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OK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簡單的一個系統 OK 那這個系統就是一個空間 這裡 有個轉軸 OK 那這裡因為它會轉動 OK 那所以基本上這種是一種轉軸所做的功 因為你失利 它轉軸也位移這樣 好 那現在假設轉軸做這種功 給它能量是W-6KJ 那假設這個系統 然後我有一個熱量傳進去 Q-in 等於15KJ OK 然後假設這個系統又有一些熱量 那傳到外界 那可能是熱的損失之類的 那Q-out 假設是3KJ 那我們如果要算這個 系統裡面的能量變化很單純 那Δ 代表系統裡面的能量變化 OK 那這時候你只要把這個相關的 供跟熱加總起來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有其他能量變化 可以一起加總起來 但是在我們這裡最主要考慮就是 供跟熱的變化的部分 那所以你是 就是 進去的熱量15 它出來3 所以你就15-3 OK 然後再來 現在你有6KJ進去 OK 那所以再加起來 所以你知道是很會有18KJ的能量 OK 要進入這個系統這樣子 那所以這裡大意就是說 如果我要看這個系統的進能量變化 我是看它說進的熱傳量 以及它的進的做工的量 那對這個系統的影響這樣子 好來 那所以這個是大概的一個情況 好來 那我們現在 根據前面的這個 一些相關的方程式 跟一些概念 我們來看說 怎麼樣對於一個系統來 怎麼樣推導出一個 比較通用的一個方程式 然後現在再做這個過程 好來 那我們這邊 要推導這個方程式使用的例子 是看一個過程的變化 好 我們看的是一個State 好來 那我們 要推導等一下的通用方程式 我們看的是一個 比較通用的一個過程 或是狀態的變化 來 那大概是這樣 好 假設我現在一個通用的一個狀態圖上 可能我一個狀態點1 我給它狀態點2 然後1跟2這樣 好來 那這個狀態的話 呃 假設說好可能是P 跟這個V 好 好 舉個例這樣子 來 好來 那我現在有個過程 1到2 好 我們從1到2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很多不同路徑 好 那假設現在好多條 OK 可能是這裡第一條 1到2走A 好來 那我們要看的是一個循環 因為等一下用的是一個循環積分的例子 好那所以2要回到1 假設回到1的時候是B 這樣 好來 那所以A過去 B回來 這是第一種循環這樣子 它走兩個路徑 好 那等一下會有一個對照組 然後 我1過去 1到2 2到1回來 我還可以走其他路徑 假設我現在這裡過去走的是這個C路徑 好 那所以 1到2的時候我走C 然後2回到1的時候走的是B 好來 從我們這邊的定義 然後你對一個循環積分的功能變化 應該要等於一個循環積分的熱傳的變化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根據這個之前的通用的方式定義 然後我們來使用在這個過程上 我們這個過程上有兩個循環 一個是A過去B回來 一個是C過去B回來 好 那第一種 A過去B回來的 好 那因為這整個是一個循環積分 所以 因為這個循環裡面有兩個過程 所以我1到2 然後2到1要再回來 那我拆成兩個 首先從1到2 OK 然後我把這個本來的循環積分 拆成通用的積分這樣子 但是它包含了兩個過程 好 那所以1到2 那Diota QA 加上 那1到2之後 好要回到原來的地方 所以2回到1 那Diota QB 好 那這代表1到2的時候 過程走的是A路徑 那A路徑的熱傳變化 以及最後從2回到1的時候 你走的是B路徑 B路徑的熱傳變化 好 那這個Q應該會等於W 所以等於1到2 Diota WA 加上 那2回到1 Diota W 那一樣 那這裡指的是1到2的時候 我走的是A路徑 那它的功的變化 以及我2回到1的時候 走的是B路徑 那它功的變化這樣子 同樣的道理 我今天如果走的是 第二層的循環 然後我走的是C過去 然後B回來 那一樣 我可以就是 根據這個 把這個循環積分拆成 就是1到2 2到1這樣 只是今天走的是C跟B 所以1到2 Diota QC 加上 2回到1 Diota QB 好 這個應該要等於 1到2 Diota WC 加上 2回到1 Diota WB 好來 那有兩個這個方式之後 我現在把1 減掉2 1減到2之後相同的像是 像這個B的 我全部都消掉這樣 那1減2 好這時候 你會得到 就是A跟C的像 1到2 Diota QA 減1到2 Diota QC 1到2 Diota WA 減1到2 Diota WC 然後現在我們把這個 放在合併一下 我們把A相關的合併 以及C的相關的合併 所以1到2 那因為A的話 一個是Diota Q 一個是Diota W 好那我寫成Diota Q 減Diota W A 我們一樣把C的合併 會等於1到2 然後再來是 Diota Q 減Diota W 然後這裡走的是C路徑這樣 當你合併這個 像式之後 這兩方是代表說 好啦那這是1到2的時候 的一個過程中 熱傳量跟公變化的差值 Diota Q減Diota W 然後我走的是A路徑這樣 然後又是呢 基本上是1到2 OK一樣是Q跟W的差值 走的是C路徑 好啦那這兩個式子 那應該要一樣 那這裡告訴我們說 基本上這兩個基本是有相同 你這個Diota Q減Diota W 基本上對於A跟C來說 應該要一樣 那所以 Diota Q減Diota W 那這個差值 基本上是一樣的 Is the same for A C 好啦那所以Diota Q減Diota W 基本上對於A跟C來說是一樣的 好那所以我們再看一下A跟C A跟C其實就是兩個不同的路徑 但是他們起點都是1 中點都是2這樣 今天如果Diota Q減Diota W A跟C是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再畫出第四條線 假設今天是D過去 然後B回來 或是D啊E啊F都是一樣 那可以同理類推 這個應該會再繼續等於很多個式子 假設你今天走很多很多各種不同的路徑 1跟2之間 但是他們的Diota Q減Diota W 應該都要一樣 好那所以如果今天是1跟2之間 那走的各種不同的路徑 那不管如何 你Diota Q減Diota W的數值 應該是要一樣的 這裡就得到一個簡單的小結論 就是這個差值 Diota Q減Diota W這個差值 只跟你的起點跟重點有關 跟你所行進的路徑沒有關係 OK 好啦因為今天不管你走的是ARC DEF 基本上都不會變 Diota Q減Diota W 好啦那所以他們跟你所行進的路徑 就是沒有關係 好那所以 這是一個所謂的Point Function 點函數 Point 好那它跟你行進的路徑沒有關係 有些變數 那是跟你所行進的路徑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你今天如果看的是一個Q的話 單純一個Q值 QA QB QC都不一樣 雖然它們都是1到2 Diota W也是一個路徑的函數 它跟你行進的路徑有關係 因為Diota W A Diota W B 跟Diota W C都不一樣 但是這兩個數值相減 它就變成跟路徑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得到一個簡單的小結論 好來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 定義 Diota W D1 等於Diota Q 減掉Diota W 這個Diota Q減Diota W 也是一個能量的變化 因為它就是熱傳量跟功能變化 我們這個把它叫做能量的變化 D1 我們先這樣做簡單的定義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推比較麻煩的方程式 好來 那我們剛剛推導出這個Diota Q減Diota W 基本上是一個點函數 好那我們把它定義成D1 那個方程式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的 左邊右邊積分一下 然後就可以知道 譬如說能量的變化這樣 好那你就會得到E2 減掉E1 OK 那等於EQ2 減掉EW2這樣 那在我們這個課本裡面 那我們這個符號的表示法是這樣 通常呢 假設說你是1到2的時候的熱量變化 我們在這裡寫EQ然後2這樣子 OK 如果是假設你有第三點1到3 那就變成EQ3這樣 這是課本的符號表示方式 它單純代表就是你的熱量 或是所做的功 而是1到2這個過程裡面 所行進這個路徑的變化這樣 好那這E的話我們也知道 這個就是能量的這個變化 OK那因為我們這個熱量跟手做的功 那基本上它的靜變化 代表就是你這個過程 或是這個系統裡面所有的能量變化 好那所以我們E這裡指的就是Energy 好啦那所以它代表是這個系統裡面的 這個能量的這個變化這樣子 E的話根據我們這個裡面 它的組成有幾個 首先那我們有一個內能 Internal Energy 代表是所有有關形式能量的總和這樣 那這也是一個熱血性質 之後我們可以查表 查到它的特性 好那再來 我們系統裡面可能會有動能的變化 Kinetic Energy 再來系統裡面可能會有位能的變化 Potential Energy 好那我們這個用符號表示 E的話 那就等於EU加上KE 加上PE這樣 好那這個分別代表是你的內能 OK 然後動能跟位能 那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你可以解釋成 就是我這個系統裡面 我可能有一些熱量跟功能變化 這個進到系統裡面之後 會改變系統裡面的內能 動能或是位能這樣子 好那現在這個通用方式 我可以就是左右都給它微分一下 那可以寫成D等於DU加上DKE 加上DPE這樣 好那我可以左式右式都給它寫成一個 微分的一個形式 好那根據我們前面 這個又等於DQ-DW OK 所以這裡可以把它寫過來 所以它等於DQ 好然後 在這裡面 然後位能跟動能 它們都有所對應的方程式 那KE 等於2分之1m V2平方-V1平方 OK然後我們的位能 PE等於MG Z2-Z1 它們都有自己所對應的方程式 這樣子 那有了這些相式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個帶進去 那帶進去之後 你可以寫成這個微分的形式 然後也可以當然 一樣可以把它積分 變成一個差分的一個形式 那我們可以 可以合併一下 變成E2-EY 好那這個等於我們前面的EQ2-EW2 好那它也可以等於我們這裡的這個 U跟KE跟P的差值這樣 所以你可以寫成U2-U1 加上1分之1m V2平方-V1平方 加上MG V2-V1 好那以上 這個是我們這個章節 所要使用的 通用的這個 能量守門方式 好 這是課本的方式 3-5 好那這個大概考慮了 大部分 你會出現的一個 能量的一個形式這樣子 那至少在熱力學跟相關 後續的課程裡面 你要考慮的 主要的能量變化相似 大概就這幾項 如果你有其他的 到時候可以再加進去 當然在我們這課本裡面 你要想的大概就這幾項 簡單來說這個相似的物理意義是說 你的能量的變化 你可以從它的功能變化 跟熱的變化 或者靜變化來計算 那這個東西會改變 系統裡面的 內能的變化 動能的變化 或者是未能的變化 那我們這個後面這個章節 也會有一些立體告訴大家說 當你這個系統的時候 你有一些內能的變化的時候 它能量是怎麼樣 就是譬如說從動能 內能轉到動能 動能上轉到未能 諸如此類的互相的一個方式這樣 但是不管講你的能量 要是守合那個形式 來那我們3-1 3-2 主要就是推導這個通用方式 後面都會用到 那繼續使用這個方式之前 那因為我們這裡有講 供跟熱 首先下一個小節 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供 先寫定義 W 就等於1-2 那F DX 的積分 好 那這個通用的一個定義就是說 那做工就是你施力 推動某個物體 然後讓它走了一個位移這樣 然後你基本上就對它做工 好啊 如果你這個所施的力 會隨著你的位移而改變 那你就要對它做一個積分的動作 那如果你這個F 施的力是一個常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F 乘上總位移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這大概應該跟物理學人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所以它意思就是你的F 那只要符合這個動機的都是做工 譬如說重物推動一段距離 你拉一個線 也可以拉動一個彈簧 或是拉動一個有彈力的線這樣也算 或者是你轉動一個轉軸 這樣也算這樣 那你基本上也是施力 然後轉軸 基本上那個雖然會旋轉 OK 所以基本上你也會有一段的位移這樣子 來 那我們課本的圖 3-4 講了一個簡單的能量的傳遞過程 那牽涉到這個工的變化 那如果你有帶課本可以看一下 那3-4是長這樣 我大概畫一下 3-4是這樣 我一個電池 然後轉到一個馬達 馬達臨到一個轉軸 這個轉軸上面會旋轉 上面有線 然後下面掛著一個重物 那現在當我打開這個開關 馬達開始動 然後它就開始旋轉 然後這個重物就會被它往上拉這樣子 好來 那所以根據這個工的定義 現在我這裡有一個例 馬達提供的 它會使這個重物上升一段距離 所以它就有做工 那這個時候 根據你選的這個系統的不一樣 然後它會有不一樣的一個情形 好那假設說 假設今天 我的control volume 那假設今天 我的系統是圈在這一邊 那如果圈在這邊呢 你會發現這個 進出這個系統邊界 其實只有電 電能 或是電所做的工這樣子 Electric 好那因為有一般的工 或是熱的變化 基本上是定義在 系統的邊界進出的地方 所以以這個狀況來說 如果你只圈這一代 只會看到是電能的變化 好那如果你選的區域 是比較大一點 像這樣 好然後這個時候 那因為你圈在這邊 整個系統都包在裡面 這裡有個轉軸在 那這轉軸會拉動一個重物 那這轉軸這邊 給的是Shift Work 那因為轉軸會旋轉這樣子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電能 然後去推動這個轉軸 轉軸開始做工這樣子 轉軸的工就傳遞到這邊 使得這個重物往上升 這也是一個做工的過程 根據你選的這個系統 那以及系統邊界定義的不同 它能量的傳遞 會不太一樣 但是不管你怎麼選 你最後所算出來的 手動方式基本上是不會變的 所以它不會影響你的追蹤結果這樣子 好來下面幾個 通用的一些概論 好來首先正負號 work done by a system 好我們課本的定義是這樣 那工的話我們課本有定義一個 正負號 當然這個正負號 不是大家所想的這種 就是大小的差值 在我們課本的工的定義這個方向 正負號代表是傳遞的方向而已 所以它是傳遞的方向 不是說正的一定大於負的這樣 所以這個代表是傳遞方向 所以如果你是由一個系統來做工的 或者說系統對外界做工 這個時候我們課本定義是正號 好那如果這個工呢 是作用在這個系統上 或者說外界對這個系統做工 我們定義是負號這樣子 定義這個正負號的好處是 根據這個定義 我們可以直接帶進剛剛的 通用的能量手銅方式 這樣能量就會手銅 這個課本是這樣 那是有其他課本就是 不管你正負號 反正輸入工輸出工 就個別寫左右這樣 也可以 但是我們課本大部分是這樣 所以也是這樣分來分類 因為後續大概是立體 跟一些大概也是這種正負號的方式 反正重點就是 這個正負號只代表它的方向 不代表它絕對值的大小這樣子 再來做工的單位是交額 沿寫是J 這大家應該都學過 基本上單位是一個牛頓 是一個交額這樣 那所以你施力牛頓 拉動一米 做工就是一個交額 這個是大家所稱的work 做的工這樣 然後有的時候你比較看的是 單位時間內所做的工 這時候就變成了所謂的功率 那這個實用是瓦策 符號是W 那這等於DW 除以DT 那這就是power 那分別對應 一個是所做的工 那一個就是功率 那所以單位時間內所做的工 就是功率 你使用的單位就是 基本上是交額除以秒 所以就變成了瓦策 所以一個瓦策 那就等於一個交額除以S這樣 這個簡介是最常用的工的一個單位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介紹幾種工常見的一個形式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shift work 轉軸做的工 基本上轉軸在機械的零件上很常見 馬達啦壓軸機 你只要有旋轉的 那基本上都是讓一個轉軸在旋轉 你對它施力 然後它會產生位移 所以第一個看的是shift work 我們的第一名欄是一個DOTA W 等於F DX 好那這個轉軸的話 我們可以畫一個就是大概的示意圖 那假設轉軸是這樣 通常是一個圓柱 它會這樣旋轉 假設這個轉軸的這個半徑是R 假設我這裡有一個力F 施力F這樣 好那它會走一個位移DX 那所以你用F DX 就是算它所做的工 好那因為這個是圓柱 那所以我們可以換成這種 R DC塔圓柱坐標 那假設這裡的夾角是DC塔 那F DX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F 乘上R DC塔這樣子 好那所以你要算它的工大體上就是 你用DX或是R DC塔這樣來計算就可以了 好如果轉一整圈的話 你就是做這整個積分這樣 都可以 但是對於這種轉軸所做的工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比較在乎的 不是它的工的大小 而是它的功率 因為這種轉軸在做工的時候 通常不是從A點到B點 它是一直在旋轉一直在旋轉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反而是這種 單位時間內所做的工 是你比較在乎的 因為轉軸你可能大部分的轉軸 你不會轉一圈就停止 大部分的機器除了你是那種起重機之類的 那當然大部分如果你是像壓縮機 馬達之類都一直在轉 好啦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算它的功率 那W的話 根據前面 我是用DELTA W 除以DT 好那所以是單位時間內所做的工 現在把這方式帶進來 所以你會得到F DX 除以DT這樣 DX除以DT的話就是速度 這又等於F乘上B這樣 這個是Velocity 好那所以如果你要算功率 可以用F乘上速度 這個不只適用於這種圓柱 如果你是一個物體 直線推動行進一段距離 你如果要算它功率 基本上也是你的力 乘上它的速度 這樣子 那這也可以 然後再來因為這個是 在這個圓柱上 我們除了DX 前面所說我們也可以用R DZ來代表 那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今天帶的不是DX 而是用R DZ的話 F R DZ 所以DT 好那這樣也可以 好那現在我們看這個是 乘出來會怎樣 F乘上R的話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Torque 你的力矩 然後DZ除以DT 那因為Z是角度 T是時間 這樣就變成你的角速度 所以T是Torque 然後Omega是Angular velocity 好那所以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是一般 如果你是這種轉軸上面 所要算它的功 或是功率的時候 你使用的一個方法 來那第二種 我們常見 Gravitational work 好那這是重力所做的功 基本上它會改變 這個物體的一個位能 這個F 那等於mg 好來那我們知道 在一般一個重力場下 你所受的力 或是所失的力 就是mg這樣 質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根據這個定義 W gravity 等1到2 然後F乘上DZ 好那假設 我今天所處理的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假設我現在有個石頭 然後我要把它推到這個位置 然後一個高度是Z1 一開始 然後後來 高度變成Z2這樣 那配合前面這個方程式 這個時候 基本上積分一出來 假設你失這個力 是固定的 那因為推這個石頭 假設你忽略摩擦OK 那你推它基本上是mg 那所以寫成mg 1到2 dz 那dz這裡 如果基價聚 那如果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就是mg z2 點z1這樣 那這種重力相關的功 會改變物體的位能 好啦 所以你 施加這個力所做的功 改變它的位能 你也可以想像成 如果你這個物體的位能要增加 你勢必要對它實力做一個功這樣 好啦那這個你所做的功 基本上就要等於你位能的變化嘛 根據我們能量的手銅的觀念 這個東西跟你所行進的路徑無關 independent of pass 那因為這個位能的改變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跟你高度差有關係而已 跟你所行進的路徑就是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是說 你位能改變跟你這個山坡的夾角 沒有一定的關係 那假設你今天是這三種狀況 那甚至是比較斜坡一點的 甚至是一種垂直壁面的 那只要他們的高度差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這三種狀況下 你的位能的改變量是一樣的 那所以它跟你所行進的路徑沒有關係 然後 或是說跟你的 就是如果你是這種不同的山坡斜坡 那這個你絕對的高度變化有關係這樣子 這是我們所謂的 你要改變物體的位能 所做的功 第三種 Acceleration Work 那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那這加速度所做的功 這就跟大家動能的變化有關係 那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F等於MA 加速度A 那又等於DV 除以DT 單位時間內的速度變化 好 那把這兩個式子 合併一下 你可以寫成 F等於M 乘上我加速度用下面的DV DT帶進去 我又知道我的V 會等於Ds除以DT 那S的話是我的位移量 所以你就單位時間內的位移量 得到你的速度吧 或者是你寫Ds VDT也可以 好 好啦 那有了這幾個 你所知道之後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 我們所謂的W Acceleration Work 那這是1到2 然後F Ds這樣 那通常你對一個物體 施力推動下去就是功 通常如果你施了力 這個物體如果開始動 通常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你通常會有個加速度在 好那所以我們這是這個東西的關聯性 F Ds 那現在把這個相關的式子都帶進來 來你會是1到2 M 然後這裡是DV 除以DT Ds的話是 VDT 這方式裡面DT就消掉了 你會得到的是1到2 M 然後V DV這樣 激出來正好等於2分之1M 那V2平方 減V1平方 所以這個加速度所做的功 基本上就是你要把這個物體 然後從速度V1 然後提升到速度V2 速度改變你需要一個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 你所要做的功是多少 這個加速度的功 會改變物體的動能 一開始V1 所以是1 2分之1MV1平方 後來變成1 2分之1MV2平方 所以動能改變 這個所做的功 跟你行進的路徑沒有關係 只跟你起點終點的狀態有關係 因為你是V2平方-V1平方 中間怎麼到了基本上就是 沒有影響這樣子 那立體3434 我們來說明一下 就是能量變化手能方式 還有動能位量變化的一個例子 這個問題很簡單 假設我現在高空中有一個物體 這是狀態1 狀態1的時候是靜止 以Station 放手 它就往下掉 對 它最後會到這個底部 在這個底部之間 我們做幾個分解動作 把它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 首先就是即將進入這個水盆之前 所以是2 Fall in about to enter water 即將就是進入水面之前 那小時候這個水盆基本上很淺 所以就是2然後一直撞到底部 3 的時候很淺 你不會有位能的變化這樣 那3的話就是撞直到底部 本來是速度很快 但是後來就整個停下來這樣 那3之後 那你撞直到底部之後 你可能會有些熱開始釋放出來 那所以當你停下來3到4的時候 那就是1 那開始傳到周圍環境 等一下要做這個簡單的計算 我們使用的是我們通用方程式 來 U2-U1 加上2分之1M V2平方-V1平方 加上MG V2-V1 等於EQ2 減掉EW2 再來計算一下我們這個通用方程式 配合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動能未能變化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現在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出來 來首先1到2 1到2的時候就是靜止然後開始往下掉 所以這是一個未能轉成動能的過程 那過程中假設沒有熱傳 理論上正常的狀況下 1到2這個過程因為你會有摩擦 所以基本上會有一些摩擦生熱的問題 只是這裡我們上次就把它忽略掉 1到2的時候那沒有內能的變化 所以U的變化是等於0 然後因為我們假設這裡沒有熱傳變化 所以EQ2等於0 1到2的時候這裡因為也沒有做工 因為你沒有拉隆重或幹嘛這樣子 EW2也等於0 把這個帶進去這個一開始通用方程式 所以你只剩下未能跟動能的變化 你就1分之1mV2平方-V1平方 加上MGZ2-Z1等於0 然後這個問題裡面 1到2這個距離是10.2公尺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你的速度等於0 所以V1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這個速度 動能的變化量 掉到K等於1分之1mV2平方 所以我就是一個位能轉換成一個動能 這動能最後持有速度V2的一個過程 它等於MGZ2-Z1 R這個物體質量也有給10公斤 然後2分之1mV2平方 這個40搬到右邊 所以你多了一個負號-10公斤 乘上重力加速度9.8 然後再來Z2減掉Z1 然後因為Z2在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這個減出來是負的 負10.2 然後你算出來大概是1000 焦耳 所以這裡告訴你 就是我的動能增加1000J 然後我的ΔPE等於負的ΔKE 等於負的1000J 因為我們這個熱氣血裡面 正負號通常代表的不是絕對值的大小 而只是你的能量傳遞方向 或是說你能量增加或減少多少 所以我的動能增加1000J 未能減少1000J 然後我們看的是接下來2到3的這個過程 2到3的話是2 然後直接撞到3這樣 3的話就是在底部停下來就不動 所以3的話是沒有動能 K1等於0X3這樣 在這個過程2到3我們假設這個水盆很淺 所以它的未能變化忽略不計 在這個過程中因為還沒有開始發生熱傳 熱傳來下一個步驟 所以2Q3 基本上等於0 這個過程中也不做工 所以2W3也等於0 所以你剩下變成ΔU加上ΔKE等於0 意思就是說你基本上現在的動能 全部變成0之後 這能量是轉到物體的內部的能量去這樣 所以ΔU等於ΔKE 它等於1-1mv3-v2 在這個問題裡面我們的V3等於0 因為3的時候沒有速度是靜止的 所以這個會等於 因為兩個負號變成負負得正 所以1-1mv2平方 就前面是1000J 所以2到3這個過程就是你把你的動能 全部釋放出來 轉成內能的一個過程 Internative energy的過程 那3到4的時候 因為基本上都在底部靜止的 然後它動能不變 那微能也不變 ΔKE等於0 那ΔPE也等於0 那3到4的時候也不做工 所以3W4也等於0 代表了所有的內能基本上是轉換成熱量 所以 Internative energy Transfer to heat 那在這個過程中 DiotaEU變成減少了1000J 再代入我們這個守門方程式 然後我們有3Q4 就等於DiotaEU 那這裡就等於負了1000J 在這個熱傳的時候 我們後面會講到 熱傳一樣正負號代表是傳遞的方向 負號代表是熱是從這個系統傳到外界 所以我們從這個圓球 傳到你的系統外界環境去 好那Hit Transfer from the system 3到4的時候基本上就是一個內能 它轉換成熱傳的過程這樣子 那所以這裡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的這個能量的變化 幾個不同的形式 還有他們就是傳遞的方向之間的關係 OK